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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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上禮拜講 專檢中和還有低定因的部分 那個剛量點的定因是什麼 當量點會等於中性點 所謂的中性點是7 PS7的時候 當量點呢? 不一定 要看情況 那所以當量點它是用什麼來決定的? 酸跟鹼的應該是說它的克當量數 以前有學過嗎? 有嗎? 所以應該是用克當量數 或者說從計量化學這邊來決定 它什麼時候會達到當量點? 那我們上次是用強檢強檢的低定來當例子 那我們今天再來看一個 用強檢的低定弱酸 弱酸的情況 你們從舉例子 然後來看在不同的幾個低定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跟強酸強檢低定不一樣的 是強酸強檢的時候它幾乎都百分之百解離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去考慮平衡的問題 是吧? 那但是如果現在是弱酸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百分之百的解離 所以你必須要考慮到弱酸解離的時候它的平衡 所以也就是說它就要說會有兩件事情你需要考慮的 一個是激量化學 然後一個是平衡的問題 好 好 好 所以等於說你每你涉及到的是弱酸也好 或者是说若减就是一样的例子 一样的情况只是相反双分解互放而已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0.1M的醋酸 有50毫升 那我现在用强碱去一定它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考虑一下 在还没有开始低定之前 或是你还没有开始加任何的NaOH之前的时候 PH值会是多少 第一个点 如果都没有NaOH参与的时候 那就很简单纯粹是弱酸的碱的问题 对不对 好,那现在这边是0.1 起始是0.1嘛 就-X,这边是加X I-C-E-BAR 所以纯粹去解X就可以了 就解出来 然后你可以得到PH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在这个情况下 PH算出来是2.87 好,那开始低定了 我们现在开始加NaOH进来 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代表性的过程 比如说我现在加了10毫升的NaOH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是什么情况 好,那开始加了之后 我们首先会先来考虑 剂量化学的问题 你想嘛 醋酸跟现在NaOH加进来 所以首先会发生什么 首先NaOH会不会反应完 OH- OH-它是等于它现在量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把它当作限量试剂 所以我们第一步的话 先来考虑剂量化学上的问题 第一步 那你把试子写出来 醋酸加氢氧氯离子 那么会变成这个 对不对 醋酸跟加上水 OK 好,那既然是剂量化学 所以我们用莫尔素 或者是豪莫尔素 现在因为是毫升 所以我们用豪莫尔素就可以了 那莫尔素怎么算 它的醋酸 醋酸的话它是50 乘上0.1 或者是0.1乘上50 然后7两根呢 0.1乘上10 所以这个会用完嘛 所以变成0.1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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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这边会剩下0.1乘上40 对 这边会几乎用完 趋近于0 当然最后还会有水盆 本身平衡问题 所以它不是刚刚好0 但是趋近于0 然后这边呢 0.1乘上 没有发现 其实这变成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问题 变成是一个buffer 有没有 我们上次不是在讲buffer的时候说吗 只要是 酸跟它的供额碱供存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buffer 所以它现在又有这个又有这个 其实是buffer 好 那所以这边你先 从计量你得到 其实大部分现在容易当中 主要的species 有醋酸 有它的这个 醋酸跟离子 好 那第二步的话 你就来考虑平衡的问题了 现在变成是一个弱酸 跟它这个 呃 它的供额碱供存的时候平衡 那第二步 你去算一下 这样的平衡下 氫离子的浓度会是这样的 好 我们就继续 好 那既然我们现在要考虑buffer的话 你再重新再写一次它醋酸 呃 醋酸的解离的柿子 好 当然你不写 你那个柿子清楚一直都在你脑中 你就不用写 那你如果要 那个简单清楚的话 你就把它写出来 好 那所以醋酸现在是多少 好 那因为考虑的是平衡嘛 现在考虑平衡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莫尔素还是用浓度 应该要用浓度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考虑平衡的话 它不是kA 要讨论kA 然后它是这个吧 平衡的时候要用浓度来考虑 好 所以你现在看一下醋酸它的浓度 浓度会是多少 浓度的话 你要考虑它酸碱滴定 酸根碱加起来的总体积 好 所以它现在的莫尔素是0.1乘上40 当然你要把它写成4也可以 好 好 那现在总体积是多少 50加10嘛 所以是60 好 然后醋酸根呢 是0.1乘上10 除以60 好 那现在等于是 变成你要去解这个bucker 它的清理值的难度 好 那你就可以 这边减x 这边加x 这边f 去带进去这个k 好 等于 我这边把它写 1除以60 加x x x 然后 4除以60 解x 要等于1.8乘下10 对 等于是去解这个式 那 因为这是一个弱酸 所以 基本上你这边x可以忽略不记 好 那这边也消掉消掉 剩下4分之1x等于这个 你就可以去解 解出x 好 好 所以这边基本上 开始D-link了之后 醋酸跟醋酸根会共存 它基本上是一个缓冲容易 所以你在解它的pH值的时候 你就去从它的 弱酸的解离平衡去考译 好 那你继续D-link 比如说你从这边是 10 20 好 那基本上步骤都跟这个类似 那如果D-link到一半呢 D-link到当量点的一半的时候 当量低定到当量的终点 当量点的一半 当量点的一半的时候 半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种C这个情况 如果现在加25毫升 那基本上跟前面还是类似 你先处理 剂量化学的问题 再处理平衡的问题 好 所以一样嘛 0.1乘上50 这边呢 氢氧根0.1乘上25 对不对 那所以一样还是氢氧根是 限量示茎 好 你发现什么事情 剂量 你先从剂量化学 然后这个氢氧根会完全用完 对不对 完全用完 那刚好现在是它的一半 所以呢 这边剩下一半 0.1乘上25 好 那氢氧素酸根也是0.1乘上25 两个刚好一样 刚好一样 刚好一样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再去考虑平衡嘛 考虑平衡的时候 你会得到氢离子的浓度 就是Ka值 对不对 好 这个就不用写了 就是接下来第二步 考虑的是肉酸的平衡 好 到这边来写 对 这边也是0.1乘上25 除以75 这边也是0.1乘上25 除以75 他这边-x 加x x 所以这边是0.1除以3-x 那这边消掉消掉 所以基本上它这个几乎一样嘛 所以这边消掉 所以你得到x就是Ka值 或者说在低定到一半的时候 好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在低定到一半 或者是达到当量点的一半的时候 pH值是等于pKa值 那有一些Ka值其实就是这样定出来 它藉由一个未知的弱酸 藉由低定 你知道它的当量点 那当量点的一半的时候 的那个pH值就是pKa值 从这边可以把kA决定出来 本 这是一个需要知道的事情 在一个代表性的点 当料酒一半的时候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酸的浓度 近似于它的出霜 它的那个供尾碱的浓度 所以相削之后这个成绩 好那我们再继续低定 如果现在呢 到了第一几个点 第四个点 好 我们如果加到50毫升 0.1m的NaOH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 它们的莫尔数是相当的 你看0.1乘上50 对不对 那现在氢氧根的浓度呢 也是0.1乘上50 酸跟减的莫尔数一样 所以两个都会几乎用完 所以现在主要的species变成是什么 素酸根 就是现在低定 低定用50毫升低定的时候 氢氧根会用完 然后呢 醋酸也会几乎都用完 你从计量化学来看的时候 所以变成最主要的物种是 醋酸根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几种方法来考虑 它这边虽然全部过来 但是呢 它最后还要重新建立平衡嘛 所以等于它会要再往回走一点回来 往回走 那你可以这边减X加X 但是你如果怕会搞混的话 你就再把它反过来重写一次 因为你这样反过来 好我先讲捷径 捷径就是你自己看 把这个方向反过来推 这边减X 这边加X 这边加X 那去求它的X值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你是反方向 方向已经反过来走了 所以它的那个K 大K值的话 你要去算好 那或者是我现在再重写一次 重写一次它反方向走 太阳你把这个方向上 并没有关闭 但是那个方向你 所以说 它就是没有 leaving 也许是没有 还是 比较 如 在 我 那我就把它反方向转过来而已 就变成CH3COO負的水减的跟水凡 变成这个 好,那这边现在是0.1乘上50 那因为我们说现在要处理平衡的问题 所以你用浓度来表示 刚刚第一步的时候处理的是剂量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用木耳数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 处理总体质量现在变成100 好,然后减X,这边加X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减 这一个平衡式 X平方,然后呢 0.05,对不对 好,要等于 这一个是一个新的平衡常数 它的平衡常数怎么算 你看 这一个素酸根等于是它的KB值吧 它是等于什么 K等于 这一个有没有不知道的 你去看这个式子 你去看这个式子 它是不是包含了素酸根的解铃 但是反过来 然后加上水的自解铃 这两个式子的相加 看得懂 看得懂 这一个 对 它的这个式子 它的平衡是这样子写 好,没问题 好,然后去解X 好,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现在解出来的X 也就是氢氧跟离子的浓度 解出来之后 它我们得到一个值5.3层上10的负6 所以它是比10的负7大 还是10的负7小 比10的负7大 所以表示现在的solution 是在一个酸下的碱性的环境 在一个碱的环境 好,现在是碱的 那换句话说 现在是弱酸 然后用强碱再定定它 那这边刚好反应完 这边几乎接近完成 完全 所以这个是一个当量点 现在是当量点 equivalence point 就是当量点 简称EP 在当量点的时候 它现在是 在一个碱性的环境下 不是一个好东西 是在碱性 那你从这边可以再推到 清离子浓度 好,所以这边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在当量点的时候 在当量点的时候 如果现在是一个弱酸 以强碱滴定它的情况的话 它所处的ph值 会是在碱性 那这个碱性的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是碱性 嗯?不知道 是因为它用强碱去低定它吗? 不是喔 它主要的 它最后在低定当量点的时候 它之所以会呈现碱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 它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物种嘛 它的这个弱酸的共二件 是一个重要的主要的物种 那这个物种 它本身是碱性的 所以在当量点的时候 它之所以是碱性 主要是原因 原因是因为它的主要物种 这个是碱性 来自于它的碱性 好,OK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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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记得 记得吗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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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